节目 那请教师傅 那我们人类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只是关了大概几个月而已 现在听说已经在回潮到 大家开始出去 活动 活动了 这就是 我们除了贪婪 你耐不住 这不就是贪婪吗 就是贪婪 你耐不住啊 你的科技文明 历史上被推測 很多的古文明灭族 科学家跟这些考古学家 他们的推测也都有一个共同的执行 共同的状态就是 都是因为贪婪 发展科技到极致 科技带给人民方便 可是他的贪婪致死毁灭 那我们现在还在走这条路 这就是众生的罩门 他都要走同样的错误的路 他非再走他不高兴 那有什么办法 所以因果就是这样自作自受 他再来里面再来体会 感受 省思 好像这样子 很高尚 人我师顾我在 其实都在经验错误的历程 再重复经验错误的历程 然后在里面再来安慰说 我们有省思 真的有省思吗 没有 很少 真的会省思 当然你依现在 全球发展的经济体的模式 众生就生活在无奈 你不去运作经济出问题 对不对 大家已经回不到能够出茶淡饭 对不对 就可以安乐过日子 所以一定要往外 社交然后商业怎么样去思维 怎样去开创什么等等 还不是为了生计 对不对 下一个病毒来 哇很多人生计出问题 那你说 有的人当然你在这一个层面是论不清的 论不清楚的 为什么 你即便有一个很清楚的事论 众生论不清 为什么 你说就存钱啊 他说我没有存款 你看他不会想说 你怎么搞到你没有存款 你怎么会搞到这样 对啊 不然大家的名文都像这样 像你这样这样才好啊 就联名文啊 你当时不想说你的名文是怎么才败 对不对 对 你看哦 谁有省思 对 都也在省思那个错误的路径 对不对 想办法 所以 你解封也不对 不解封也不对 众生就是无奈啊 嗯 都是二分法嘛 二选一 你怎么选哪一边都有另外一边的法铺嘛 嗯 对不对 所以真正有省思是你透过这一点 你怎么升华到生命卸托的这个课题 让你永远没有这个 要解封也无奈 不解封也无奈 永远没有这个问题在你的生命体系里 嗯 这个才重要嘛 可是众生没有关注在这一点 他永远有这个啊 所以你说 叫他们不出来他们悶坏了 嗯 对不对 有的不只是悶坏啊 有的 快饿死了 嗯 依他们认知的很现实是这样啊 嗯 你也不能说不对啊 对不对 可是 这样跑出来有用吗 哦 又可能会病死啊 嗯 啊不跑出来饿死啊 啊跑出来病死啊 啊不然 又无奈 又在对法 嗯 所以只要是对法都无解我告诉你 哦 对 好 那你要怎么提升 你能理解生命泄托的 就是我们讲的了生死 嗯 你要了解 生死这件事情 生死代表命 嗯 代表生命 你要了解生命这件事情 他是怎么个兑现 所以这时候 学佛就很重要 嗯 你没有学佛你永远搞不清楚这些 永远都在现象层去在追究 一个结果 嗯 对不对 在现象层里面误认某一种现象是原因 嗯 就好像我们从小到大 你们认为 家族遗传病是怎么来的 DNA 嗯 对不对 因为有遗传DNA 对不对 你看这就是我刚刚讲的 我想我们讲这个 全世界科学家医学家 没有任何人有意义 包括 呃 知识分子 对不对 包括非知识分子 你要说 为什么你们家族都有遗传这个病 因为你们有遗传的DNA 啊嘞 没有意义 可是 原因是DNA吗 不是 DNA是现象 他不是原因啊 原因是工业啊 嗯 因为你们这些生命 共 共同造作某一种业力 这个业力兑现出 共同现象的DNA 这个DNA的发展 兑现出 共同的一种病相 叫做遗传病 嗯 所以 这就是我 我刚讲的 把一种现象当原因 所以永远无几 嗯 对啊 病毒从哪里了 最最终就是心性嘛 嗯 既是心性来的 那你要从心性解决嘛 不是从疫苗 嗯 也不是从躲起来 嗯 对不对 嗯 也不是从戴口罩而已 哦 当然我不是否定这些 先待在家里 啊 戴口罩 因为毕竟 因缘果 这是缘 嗯 你把缘阻断 它还是有一点效果 可是因缘有阻断 嗯 嗯 对 你一阵子会没事 换言之一阵子因又在酝酿 又过一阵子又会有事 嗯 对不对 所以你在捉摸远的时候 堵住远的时候的同时 是为了让你争取时间 去解决这个因的 嗯 那因是你的心性 所以这个时候 你应该在家里干嘛 躲在家里干嘛 躲在家里打电动啊 对不对 看一些又勾起你无限欲望 无限愤怒 无限感慨的一些戏曲啊 不是啊 对不对 哦 躲在家里一直争论 在那边批评东批评西啊 批评在那边愿东愿西 不是啊 是让你躲在家里 赶快去调理你的心性 因为你们 众生一对借口啊 啊我公共社会这么繁忙 我哪有时间去进心啊 你看 他有工作 他说他没有时间进心 他现在都没办法做事情 嗯 他也会跟你找问题 我哪有时间进心 我现在在烦恶 我没饭吃啊 呵呵呵 对不对 我现在没烦恶 我留停薪吃啊 对不对 对 奇怪 所以这个就重点放错 所以躲在家里你要 聪明的人 就开始调和你的心心 嗯 你要在这工业里面拉出别业 嗯 对不对 所以你在调和别人不调和他的事 哦 你调和 于你的生命 你自己的生命的着限里面 你这一个病毒的相 病毒的性期 就在什么 消逆消解 嗯 化解 然后你的什么 生活 不会有病毒 是这样子啊 你不是要解决吗 就彻底解决啊 所以还是得回来心性的问题去考虑 对不对 什么 戴口罩 在家里 能跟人保持几公尺啊 一公尺 啊五公尺好不好 五公尺 对不对 对啊 啊 疫苗 等等等啊 反正一大堆啊 都是原善考虑 原 对啊 你要重新改变你的音比较重要 嗯 都被引 重新性抵折 对啊 啊 待在家里 你有足够的省思吧 时间吧 等会去省思啊 没有老板 这时候让你烦吧 没有同事让你看不惯吧 嗯 也没有主管来刁难你吧 都没有啊 那总是可以带着一个比较喜悦的心 对不对 沉淀沉淀你的生命嘛 对啊 你的生命就沉淀啊 显示一下我这 这一两年来两三年来十几年来十几二十年来我做人怎么样啊 真的 我在生活上我的心都在哪里欲求啊 对不对 哦 沉淀一下嘛 然后 发现哪边好像不太可当的调整改掉嘛 真的 进化一下嘛 哦 静心一下嘛 哦 以期待未来病毒稍微 哦 解封了之后 我重新要做人 当你愿意重新做人了 那 你就会面对新社会了 新的生命运作 有一件事情是 你的愤怒平息你的那个 贪婪 哦 小姐 哦 你的恐惧 哦 也化解了 那你的未来的命运轴线就没有病毒这件事 嗯 对啊 那我要戴口罩 那 戴口罩 大家也证明 也不是百分百防病毒 对不对 那当然 尽量 对不对 配合 也不错 那戴口罩 你安心啊 没病毒啊 你二氧化碳中毒 哈哈 你看 就这样 在二元的世界 一立一逼 都是 对啊 谢谢师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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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